北京协会机构养老公共会长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刘巧琳会长 上台来做演讲 题目是生态康养与养老产业发展模式 有请刘会长 谢谢 刘会长这两天对他 对了非常的操劳 才让大家知道刘会长是用轮椅 推进我们的一个酒店 所以我们要再抓展示 刘会长您辛苦了 辛苦了 哎呦 慢慢有可能我差点出去 我因为我吓了 我叫出去又把我喊回来 谁再抱歉 好 还有个话 我从我开始这个时间 讲一个最新的名词 现在特别流行的名词 叫做森林康养 森林康养 现在在咱们国家的四川和湖南 是非常非常兴旺 虽然它刚刚起步 但是非常兴旺 什么叫森林康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森林康养 首先是森林的景观 然后森林的空气 和零下经济的森林的实体 还有森林生态文化 这样的资源为宜托 开展的养生休闲与医疗 康体服务设施 以修身阳性 调适机能 延快衰老 为目的的森林的游戏 度假 医疗 保健 养老 等等这样的活动 这就是森林康养 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在座的各地医师 政府领导 有很多领导告诉我 刘伟长 我那个地方 森林覆盖率 达到百分之多少 那么究竟百分之多少 是属于森林的覆盖率最好 我看了很多森林和尸体 我们大批的资源在那儿 空险着 没有得到运用 现在康养开始在中国瞧然兴起 那么森林康养 产生了非常多的新业态 这些业态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森林旅游休闲 医疗度假 娱乐 运动养生养老 为健康服务心理念 它形成一个最关键是 多元组合 产业共荣 业态相生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我前面讲了 中国的养老 老名社会来得快 但是商业 机会也多的是 那么一个新的森林养老的新业态 又产生了非常多的新的业态 很多名词 还有很多公司带着一群一群的长辈们 今天到海南 明天到浙江 后天到庐山 它叫什么呀 允居羊老 甚至有个新的名字叫 运动羊老 但是运到哪里 哪里是最好的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我调研了一下 关于司令康养的意义 有很多 大家知道 过去林业部分的工人叫伐木工 是吧 现在不让伐木了 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他们的职业 让他们没有出路 甚至有些伐木工到现在是非常平静的 比方说大小型安邻的牲畜 他们称自己为穷人 那么它如果用司令康养 就会产生这种的意义 第一 从事林业的老百姓 把荒木工人 林业工人 能长到致富的新出路 第二 韩国国有林业资源 为司工节转型 提供新出路 第三 司令康养贴近民生 即林业医药卫生 养老旅游 教育文化的一生 刚刚我就说了 新的产业将在森林里面诞生 对国家 对老百姓 对林业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外 比方慢性病 最后一条 其实 天然的森林 它就天然的 养生加康复加疗愈 是森林抗养的天然的特点 养老市场 需求现在非常旺盛 但是提供养老消费的产品 产品 现在还是非常 注意出景阶段 我们看一下 森林抗养 其实在世界上分三个阶段 德国在1940年就开始了 初行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项目我就可以依依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 80年开始 日本和韩国开始提到一个名称叫森林域 而且他的林业厅发起了露森林域经济 断连身心的建设活动 到了韩国 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韩国的企业家 那韩国的82年就开始基础建设自然疗养的林 而且建了很多个养生建设的基地 用自然的力量 让我们身体自保育 第三个阶段就是欧盟阶段 现在全世界 关于森林抗养的发达国家 已经非常非常的先进了 刚刚我说 德国已经100多年的历史 而我们国家现在是 刚刚起步 森林抗养的基源 我在这里也简密而讲 大家都知道 起源于德国 德国目前已经拿入 其实像我们国家就是说 属于社保范围之内了 它有两种医疗 一种是传统的西医 另一种是自然的疗法 和疗养替医疗 大家注意这个名词啊 疗养替医疗 成为一个专用的名词 这两种医疗各级特色 而且在德国是不想补充 在德国的白美 如果说有幸 每年接近一两次 森林抗养 作为公公公公家 对他的一个奖励和福利 以及拿入年薪制度 是非常的健全的 那我觉得 当时的德国 他的理念是什么 他理念就是觉得 森林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机体 消失疾病 发生的潜在因素 以此来 补充健康 用的是自然的治愈 而且让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来治愈 而不是全身插满管子 打了很多针 吃了很多药 来治疗的 我觉得这种思想 确实值得我们来提察 所以他有很多名词 叫森林疗法 森林玉 还有森林漫步 等等 森林疗法的医药作用 现在把森林 在德国这个国家 把森林疗养 当作药来治 用自然环境 把森林环境 当作医药来治自己 而且取得非常圆满的程度 我们看 刚刚说的疗养地 森林卡亚的疗养地 它有非常完备的设施 比方说 它在疗养的花园 诊所 治疗的设施 酒店 治疗场所服输的设施 等等 非常漂亮 而且来这里 疗养的人 可以根据医生 或者疗养师做医疗 下午晚上 可以在疗养下 在公园里 看看书 喝喝茶 夜晚还可以听音乐 会会朋友 疗养地自然环境 被当作药 我刚说 被当作药人命的 最重要的是 疗养地的核心条件 自然环境的质量 温泉 所以说 它已经用法律的形式 用法律的形式 一开始 我的时间也很紧张 这里我会不会提到 德国有一个州 这个地方 用了一种叫 Klatt老法 名声大造 它是医生先 帮你做方案 做方案 根据它当地森林的地形 森林的物种树不同 物种所散发的气体 和地形的坡度 以及地形步道的软硬木材 都不一样 我在这里再介绍 你们看 森林抗养是这样的 这叫古道 森林古道 都不一样 森林玉 森林抗养在我国的发展 我刚说了 四川省 湖南省 已经走在前列 但是 我参加了 广原市森林抗养的年会 我非常失望 是没有 整个森林抗养 没有养老 所以我当时在会上 我听说 中国一定是森林抗养 加入森林养老 所以说 架中雄 我们看一下 森林养老 这是我参加的森林广原抗养休闲的年会 现在好多地方用它来禅修 大座 很多减肥营都要到这里 为什么去了环境 确实对人的心理影响 确实不一样 所以 中国的山脉 大大小小很多 长安山 齐连山 咱们还有新疆的 南方的 中国的山的形象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很多 今天学到当地的政府 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关于森林抗养一下 羊老 和心的关系 好吧 所以我觉得 对老年人的慢性病健康生活 起到重要作用 应该把森林养老的先进里面 引进机构养老的行业之中 把机构养老的产业融合进 森林康养的产业发展之中 让我们开启 养老产业发展的 又以新的领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回家 解决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 回去注意休息 保住身体 好了 我们继续进行演讲 接下来上场的是 特维莎快乐护理国际集团总裁 特维莎 彭德赫特女士 她上台和大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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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高聖 illk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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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我們很榮幸,一位前的議員在南韓國 提到英國的英國國際影響 他說,在負責和航空中, 我們發生了新的成長, 到那裡的超級能力, 新的超級能力發生了新的世界。 中韓的演講者提到了荷蘭的工藝部公司 幫忙當時再把一些貨物 一些新的東西去遇到亞洲來 很難想像一個像荷蘭這樣一個小的國家 它也曾經擁有過一小部分中國的領土 我現在要介紹一下荷蘭的養老 以及中國的養老的概念 我們現在在中國大約三年工作 我們有很多材料 我必須要選擇 荷蘭快樂養老到處已經三年了 我的資料事實上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做一些精簡的給各位做報告 在荷蘭很多這個養老機構都是民營企業 所以他們必須要考慮到獲利 在荷蘭有非常多的營養老機構 所以他的競爭非常激烈 在這個情形之下如何獲利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但要獲利的話就要提供很好的服務資料 有很多網站 有很多網站 所以當這個老年人要選擇居家護理 或者是護理院的時候 他可以從網上 或者透過一些不同的機構 來了解他適合去哪一個地方 可能你可能知道這些數據和數據 你現在在中國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經歷過的 我們在歷史上經歷過的 從這一張統計資料 各位可以看出來 中國的老文化非常迅速 這跟我們歐洲在十年前 碰到的情況是非常類似的 我們在中國的老年人 目前人數增加了許多 而且他的健康餘命 就是生存的壽命也增長了 在中國的老年人 目前人數增加了許多 而且他的健康餘命 就是生存的壽命也增長了 您可以看到中國的老文化市場 比歐洲的老文化速度 不僅快而且大很多 您可以看到中國的老文化市場 從這一張表上 還可以看到 不只是老文化的人口增加 可是工薪接種的人數 反而在講 這是不少整個 methods 所以它是很大問題 中國的社會 和中國的老經濟 這就是問題 我們如何為 健康健康家庭 和健康健康健康 當中的挑戰 可能中國需要思考 一個堅持續性的健康照護 的進展 音量主要的主要是 你不只關心醫療和醫療健康 你關心獨三個地點 我們對醫療的研究來說 在中國講的陽大環境之中 多次考慮醫療這一塊 但我們認為有三大塊 當然之間醫療和醫療檔 很重要 我們認為有四個重要的事情,醫療健康有快樂。 當然對於精神健康也非常重要,因為老年人必須要活得快樂,還有日常的社交活動參與與其客戶,老年住的跟居住環境的條件要比較。 我們是以為主要問題的主要問題是在高齊年齡的主要問題是沒有你的健康是年齡的生命。 主要是老年人的生活,如何做得很重要的生活。 生活和寂寞是比健康更大的問題。 對於老年人來講,最重要的問題不光是健康的問題, 還有就是克服他的孤獨,讓他能夠過上快樂的生活。 所以在社交方面的互動,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德國醫療健康的確是最好的醫療健康。 最近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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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說,德國醫療健康是最好的醫療健康。 我們看到我們的概念有很多國家, 包括日本、新西蘭、英國、澳洲、澳洲的國家,像法國。 從這一頁你可以看到,挪威的健檢報告HCP, 就是健康消費大國的報告,它把荷蘭評比為第一。 因為荷蘭的養老是非常進步的, 所以有像日本、新西蘭、澳洲、英國, 還有許多澳洲國家包括法國,都會複製他們的養老模式。 對於健康消費大國醫療健康的確是最重要的。 能夠提供一個良好的一個良好的環境 並不是一個偶然 它必須要有一些標準化的一個照料的一個做程序 一個好的機構它也要有ISO的一個認證 我們對於每一個居住的長者都提供的一個養護生活計劃 對於這個居住的長者我們每週做一到兩次他的健康狀況的一個調查 然後封治他的家人 在荷蘭最早出現的養老的時候是為一些老年的女生獻獻 到16世紀的時候他們才開始建立第一個給男性的養老人 如果您到荷蘭的養老人的話 您還可以看到這些現場 我來給各位介紹一下養老有幾種模式 首先想介紹就是當中的人到以後還是希望居住在自己的家裡 即使你變老的健康狀況變差了 你還是希望居住在家裡 我們在中國也看到類似的情況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老的還是住在家裡 所以我們就為這些希望居家養好的老女人設計了很多居家養好的照顧 包括老年癡呆的照顧 而有需要讓人在家裡沒有看到我們去醫療 我們最喜歡做小部份 讓他們還能有社會的生活 即使他們進到了護理院 這些老年癡呆的長輩們 他們會把它分成一個比較小的群體居住 那這一張就是讓各位看到傳統的養老護理院的一個面貌是 很重要的 當我們在設計規劃這個養老護理院的時候 我們認為入口處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展現出這個護理院裡面是一個非常開放 而且愉快的一個環境 例如說 在上面的右邊 我們看到有一個圓圈的圓圈 在阿姨特地圓圈 在每天天天 每天天天 市場的圓圈圈 在圓圈圈圈 人們也從圓圈圈 來買他們的餡料 花樣 芝士 所以這一個圖片的左上角這張照片 你們就可以看到它在入口處 就是會有很多商人進到護理院 來販賣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滷肉 或者是麵包車這些類的東西 讓居住在裡面的老人可以出來購買 對於這個老年吃癌的這個握室 我們有特別考慮到他們的一個需求 歐巴用的顏色 以及它好變認方位的一個方式設計出去 我們有計劃中發展 我們從 Jarum movie One 做到還有一個名次的事 我們從 де龐民各地的作用 每天在畫 insegal 我展演地下 這就是埃斯 전�ure 這個厠櫃の家 在南部中間 百貨業 所働有加裝置 你的建設 我再給各位看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在阿姆斯特蘭層中的一個案例 就是左上角這一張是原來的建築 然後左下角就是它被拆除以後 右下角就是它重新再蓋起來的樣子 所以當我們設計上這樣一個養好物理的地方 我們用的是一個復活的形式 我們在一樓的話我們就設計它可能是一個日拓中心 是一個社區良好站甚至還有一些商店 至於樓上的這個復活設計 就是在中間這一部分各位看到六個綠點 就是代表六個有老年痴呆的人的臥室 左右兩邊的話就是一些可以治理或半次離島屋的居住空間 我們看到這裡還有另一個建築在阿姆斯特蘭的 白色的城堂形成了醫療房 醫療房間是圍繞了幾個高階層的房間 這是特雷莎在荷蘭的另外一個成功的案例 它中間有四個卡樓 居住的就是從半次離到老年私自的一個生活空間 它周圍有很多這個一般的居民樓 像右下爪那個白色的樓 就是一般的可以治理老人的居住空間 在他們一樓 四個卡樓中間他們還是放了很多 比如說像這個養老站 那我自己會犯見 那我怕會犯見 我會犯見 你可不可以嗎 我會犯見 我會犯見